大家晚安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這次全球面臨新冠病毒的衝擊 對我們天氣有沒有影響 目前還看的話還看不到直接的影響 但是第一個就是觀測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觀測裡面 不是只有地面還有飛機 飛機其實裡面裝載很多的氣象偵測的設備 大概有3000個商用飛機都有裝 現在來看的話大幅度的減搬 大概很多地方很多的國家都減了9成 所以老實說對高空的大氣的量測就少 突然就少了很多 當然衛星還是最多的沒有受到影響 第二個就是觀測 全球大概1萬個觀測站 但是各位可以看歐洲還有非洲或是南美洲 很多的國家因為新冠的疫情 都沒有辦法去工作了 在家那當然就會受到影響 品質都開始變差了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關注的焦點 他們提醒可能未來如果遇到天氣事件 極端的話 預測準確度可能都會有一些變化 這個是我們要關注的 因為現在其實還沒有極端的天氣 但是各位可以看得清楚 今天早上有一波封面雲系過來 比我們預期還要提早來 現在反而有點空檔 無論如何有空檔的時候就好好把握 因為今年這個是清明時節雨紛紛 目前來看的話這個雨紛紛會一直持續 現在有一個空檔有沒有禮拜五禮拜六 都持續可能會有沒有的話也是東北風 所以北部跟東半部持續有雨 而且這個雨會持續到下週三 有斷斷續續的雨 不斷的會移入出來 然後現在來看的話要到下禮拜四五之後 才會慢慢的緩和 所以各位要有心理準備 四五六日一二三 有七天的時間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尤其是北部的朋友 大致上這七天都是雨紛紛的天氣 迎風面很明顯 那早晚導致溫度沒有起伏太多 十六十七度到二十到二十三度 北部就是涼涼的 中南部就溫度比較說服一點點 二十一到二十七八度 南北其實差距蠻大的 這個二十幾度是南部的低溫 可是是北部的高溫 南北差距真的是蠻大的 然後這幾天哪裡會下雨 大概是以中部與北 降雨的機會會比較多 尤其這個迎風面 迎風面這個就叫迎風面 這個東北角迎風面 都一直持續有雨 這個是靠山區 那下禮拜有沒有看到 一二禮拜天到禮拜一 其實預計有風面會再進來 所以雨會比較大 所以這個真的叫雨紛紛 然後雨比較大的 可能是下禮拜一二三的時候 請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樣對北部的朋友來說的話 真的很難受 但是也不是說整天都一定會下雨 只是說整天裡面 下雨的機會會比較多 如果你遇到沒有下雨的時候 就盡量要好好把握出去走一走 不然你可能都會得憂鬱症 那這幾天其實都是涼涼的 今天晚上就是北東 還是偶正雨涼涼的 有一個空檔 但是呢 預計在清晨的時候 還是有機會 明天還是會下雨 不過呢 中南部南北的這個天氣 真的是差別滿大的 請大家要好好珍惜啦 我們剛才也建議 清明持續雨紛紛到下週三 不是這連假四天 到下週三 北部東半部持續有正雨 這不是整天都有下雨 請大家把握還有有空檔的時候 這空檔什麼時候呢 就要看當時的雲雨移入 有時候我們預測的時間 跟最後幾個小時就會有變化 但是一天當中一定有幾個小時 所以請大家好好看一下天氣圖 因為每個地方會不大一樣 那中南部還是比較穩定 可以看見陽光